泰国3月31号举行的上议院选举初步结果显示 亲政府人士赢得多数议席 这对目前面对失责独职指控的看守政府总理英拉 是个难得的好消息 她可能因此逃过被弹劾下台的厄运 英拉被指在政府高价向农民购米计划中独职失责 造成国家蒙受巨额亏损 目前正接受反贪委员会的审查 如果英拉被裁定有罪 反贪委可能将案件移交上议院 由上议院表决是否弹劾英拉 因此上议院选举结果对英拉能否保住首相职位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泰国选举委员会4月1号公布的上议院选举初步结果显示 在上议院77个公爵逐的席位中 政府与其联盟伙伴赢得超过50个席位 上议院秘书长诺拉拉特透露 新一届上议员预计于4月18号正式上任 目前还不清楚反贪委何时会决定 是否要把英拉独职案提交给上议院 英拉已出面接受反贪委的质询 她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提交辩护证据 反贪委原定4月1号决定是否延长英拉的辩护期限 但到结稿为止人物消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